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邓小红 大家好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 大家好 欢迎三位嘉宾 今天的两会一客厅内容也将在人民日报刊发 更多内容请关注人民网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微信客户端 以及人民日报电子月报栏 那么二十四季七十年代初 我们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这四十多年来 我们国家的人口和生育政策 一直在调整和完善 那么王主任 这一次的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 有些什么具体的背景 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单独两孩的这个政策和调整 是基于我们国家人口形势的变化 基于人口和经济 中央作出了实施单独两孩的重大决策 这三个有利就是有利于 就是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 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有利于促进人口长期经衡发展 这样中央作出了实施单独两孩的重大决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民需提出 首先是坚持计划生育基本过程 为什么还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过程呢 我理解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人口众多 人均资源相对不足 这一基本过程没有根本改变 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在我们国家将长期存在 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已将长期存在 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基于目前广大的群众的生育意愿 和生育水平所据定的 近年来 我们卫生剂生委和相关的研究机构 做了多次 这个生育意愿的调查 就是针对全国城乡的生育意愿的调查 这个得出的结果啊 就是趋一一致的结果 就是80%以上的人群 希望生两个孩子 少数的甚至三个还希望多生的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80%的人群里面 又有80%以上 是希望生一男一女 就是有儿有女 有儿有女 那要生不出来的 这个是个合情合理的要求 合情合理的要求 但是呢 按照概率统计的原理 要满足一个家庭 有一个男孩 有一个女孩的愿望 不是生两个孩子就能满足的 要生三点零一个孩子 才能够实现一个家庭 有男有女的愿望 这就是我们的资源环境 所不允许的 已是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 难以承受的 所以说 调整完了生育政策 首先是要坚持计划 生育基本骨斥 是在坚持骨斥的前提下 做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据一项统计显示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已经达到了2亿人了 那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后 对于缓解人口的老龄化 到底有什么作用 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现在是14% 将来会达到20% 25% 达到30% 那么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 出生的人数增多了 也就是说你年轻的人和孩子数量增加了 所以老龄化这个进程 就不像原来政策维持 原来政策不变那种条件下 那么迅速 老龄化的程度会得到一定程度 会得到缓解 按照测算 单独二孩政策落实以后 老龄化的程度会比原来 这个政策不变这个条件下 大概会降低三个左右 两到三个左右的百分点 所以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政策 对缓解我们国家老龄化的 这个严峻的形势和推迟它的进展 还是有非常积极的做 非常积极的做 单独两孩政策 它可以减缓老龄化的程度 这个可以延缓我们国家老龄化的这么一个进程 但是解决老龄化的问题 不能单靠生育政策的调整 不能单靠多生孩子来解决这个问题 主要要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人口的素质 提高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因为现在确实养孩子成本 还能花费的精力都比较大 现在这个我觉得一个就可以了 在我看来可能还不会那么轻易 下决心就要第二个 因为现在毕竟城市人可能想要的 想要第二个孩子的人还不是特别多 因为大家基本上都会觉得养孩子太费精力 然后没法准心工作这样 实时单独二孩政策以后 有人担心会出现扎堆生孩子的现象 那么您们预计会不会出现这种婴儿潮 我觉得这是扎堆 扎多大的堆 然后婴儿潮 潮有多高 我觉得这个要有一点 讲一点定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单独政策落实以后 肯定就是在最近几年出生人数 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一年能多增加一百多万 两百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 公共卫生 医疗服务 接生分娩服务 将来未来的小学都要提前做好准备 但是恐怕还形成不了 您说的像婴儿潮这个词 我觉得从公共服务的能力来说 从各个方面来说 还是能够承担得了 量并不是很大 震荡并不是很大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单独 还是政策设计的一个 它逐步平稳 这个过渡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精心的 设计的一个各个方面 很好的一个政策 对社会的冲击 包括对粮食 对公共服务的影响 都不会有那么 所谓叫大家一说扎堆声誉 婴儿潮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我完全赞成刚才直教授说的观点 就是婴儿潮这种现象 不会出现 为啥不会出现呢 我们在做这个政策实际的时候 就考虑到了 就是要预防 出生人口 出现大的堆积 这个出生的人口 比正常年仅 要多出 一百万 最多不超过两百万 这种可能性有 这是在我们的 这个规划的预期目标之内的 那么怎么样来避免这个出生堆积呢 我们就要求各地不齐步走 不是统一的时间表 各地呢 要对根据本地的人口的形式 根据本地的目标人群 就是活福生育单独二孩的人群 有多少 它的分布情况 那么如果是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 刚才介绍了 就像北京天津 它就采取这个生育的间隔啊 等等 这个这个还有呢 年龄大的先生啊 这样啊 就是引到 这个 不集中 不扎堆的这个生育 这样呢 就比较平缓地来释放这个生育四人 当然了 目标人群 一千多万 刚才这个哲教授介绍了 虽然作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呢 它如果集中 在一两年 这个生育四人释放出来 那就出现你刚才讲的这个潮的问题了 就会对这个 这个住产啊 这个 还有后面的这个 鱸驼啊 上徐啊 等等 都会带来 比较大的冲击 我们的工作啊 就是要避免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不是说整个北京的 对于孕产妇来说 接收他们的床位不够 因为北京有 有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都有 现在一个情况是 所有的病人 所有的孕妇都往大医院跑 都往三甲医院跑 然后呢 等于三甲医院的 接受的病人量太多了 而一些二级医院呢 就是床位都空设着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医疗资源的一个结构的 就是使用的不合理造成的 医疗资源可能还是分配的不是很均匀 然后呢 大家都希望到一个专业一点医院 所以说呢 就这个医院会相对的人比较多 大家排队啊 早上比较辛苦 五点多就得来 看完了可能都得十点 十一点这个样子 所以比较累 现在确实人口的增加以后呢 肯定会给这个医疗教育 这些公共服务带来一定的压力 那么现在呢 北京这个已经有很多孕妇反映这个 这个建岛难 孩子看病难 那么将来这么多的婴儿出生以后呢 必然还会加剧这种资源紧张的趋势 那么作为政府部门 您觉得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最近这些年 咱北京生孩子的数量是直线的上升 近两年每年都是在二十一二万 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了 这些产妇们都感觉到 哎呀 生孩子建党这么难 床位这么紧张 这是客观实实 那么这次北京放开这个单独二胎政策以后 北京也是做了一些调研 及时的调整做好应对 一个呢 就是要求医院里边 凡是助产机构吧 要能够在内部调整床位 来增加产客的床位 来应对这个产客床位紧张的情况 当然另一方面呢 光有床不行 更重要的就是产科的助产人员 我们这些年来吧 产科这个队伍是有点后继发人 因为产科风险很高 工作非常辛苦 但是呢 纠纷也特别的多 收入又相对比较低 所以基本上 产科的年轻的人员吧 匮乏的更明显 所以也在积极的协调 人力社保部门呢 来放开一些进京的政策 我们来扩大一下我们的助产队伍 当然这都是从我们提供服务一方了 其实呢 另外一方吧 我觉得还得要动员这些产妇啊 不要扎堆生孩子 生孩子吧 他不是生病 不一定非得到三级大医院去生 你看现在是农村都到城里生 大陆人都上香港生 所以才造成这种资源紧张 那么如果说 在你的本区县的辖区内 就有助产机构 你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合并症 那其实最好就是在本地来分娩 刚才那个邓文言讲的 讲得非常好 我听下来啊 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他刚才说了 就是做好准备工作 提高供给 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尽量避免生孩子大的扎堆 小堆肯定是要扎一点的 小的扎一点堆呢 就是依靠这个提高供给来解语 所以说呢 特别是像北京市啊 上海市啊 这样一些地方啊 就要做好人口形势的分析 做好预测 特别就是要做好风险防控的方案 提高供给啊 这个助产服务方面呢 这个措施啊 他已经尽可能的就做到位于成功 就不出现 到时候这个助产难的问题 生孩子难的问题 再一个呢 我们北京现在有很多的高端需求 这些年来也批准了很多的这种盈利性的高端的产客机构 他们的床位使用率并不是非常高 所以你要是 比方说经济上条件比较好 又没有合并症 实际上是可以在这些盈利性的助产机构去分娩的 只要产妇不扎堆 政府又尽可能的提高咱们的供给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解决分娩的问题 那个生孩子 这个孩子这个 马上要生了 住不进医院 那个是个大问题啊 这个这种现象是绝不能发生的 不光是北京不能发生 全国过地都不用去发生这种情况 那些人受不了了